對這時候我就不會講 洛伊叫瑞克 因為他不是一次ban兩隻 不專業 亥犽前面這個標是 怎麼可能 跟那個螞蟻在咬人一樣 差不多 紅火蟻的話比較痛喔小心 所以他只是螞蟻啊 不會痛啊 藍芳一二ban是ban掉了 蘇家克里希 欸不是說不要這樣講 我學你啊 大家好我是仙佑 大家好我是玉笑 歡迎收看今天的BP研究室 我是今天的觀眾 那我們有請主持人玉笑 來大家講個幾句話 好大家好我是玉笑 回來了謝謝 你問你自己前幾多的 什麼 COMEBAT COMEBAT 《倦土重來》 什麼《倦土重來》 然後今天的主場就是我們的玉笑哥 對那個直接來介紹我們今天的 沒有啦一群 AIC小組分賽的BestGP 來 好 今天準備的BestGP是 Brelang VS AC的BP 左邊ban掉了洛伊跟瑞克 對這時候我就不會講洛伊跟瑞克 因為他不是一次ban兩隻 不專業 然後洛伊加瑞克 然後起羅跟夜叉這樣 不是 洛伊起羅 太麻煩了啦 左邊選了龍馬 因為龍馬這角色 就算有皮皮夜叉 還是會想搶龍馬 對他現在可以打到前期的優勢 那洛伊咧 洛伊這角色 就是打戰術型啊 在世界賽很多人用到 就是洛伊配潘伊或是配蘭鐸 就是 回家 回家 讓來 對 就是不用回家就能回蠻蟹 對 有點狗 然後右邊選了馬路斯 馬路斯這角色我覺得 加潘伊 我覺得在於有龍馬的情況下 那選下來好像也沒啥用處 就是一塊肉 對 那左邊選下 易耿絲 那馬路斯更不用玩了 對啊 動不了 然後佛羅倫又剛好 他就好打馬路斯 對啊 右邊選下了亥牙 亥牙是不錯 但 就是 卡在馬路斯這個點 不知道選這支要幹嘛 用選來講 主要還是 馬路斯跟潘伊的點 因為假如 這個 馬路斯換成是 他選易耿絲的形容下 我覺得右邊就會好很多 因為龍馬中也不會贏易易耿絲 所以 所以你一股市中 就是能確保這龍馬絕對不是在中嗎 對 你就能把這龍馬的定位 定得更死一點 卡一點 對對對 好 再來是 第二輪的 Banjau Banjau Banjau是那個 右邊Banjau的小丑 左邊Banjau的阿萊斯特 右邊Banjau的戰衣 左邊Banjau的薩迦 薩迦是滿能理解的一股市 因為我覺得 阿萊斯特這小車應該是 也是有那種無限的 那個電話板的感覺 這也是像最北欄的小車 大概就僅次於皮皮 如果假如傳說有200隻 他扛199隻 對差不多 差不多吧 對差不多 好 你看 右邊 就選下了一個呂布 左邊選下了皮皮 跟卡芬妮 我覺得 左邊陣容是非常完整的 寶牌也有 然後中路自己能推現 龍馬又能自己去幫忙支援 佛羅倫又能自己單代 然後皮皮又搭配這個卡芬妮 這陣容我其實 怎麼輸 那時候我看到是怎麼輸 怎麼輸 週末是怎麼輸 然後右邊最後一選 又選了薩尼 然後皮皮也是直接吞就沒了 應該再選兇一點會更好 到這邊我覺得 左邊那個陣容是BASS 真的是只能說BASS 頂之頂 真的很強 很頂之頂 所有位置都是 基本上都是 T1 T01 T01 好來 看一下那個 實戰畫面 實戰畫面 好來你講 第一場是BASS 對上AT GAME 2 我們從遊戲時間 4分15秒開始看 來畫面請下 這邊是4打3 這邊應該BASS 要做一個 喔這邊我是覺得 左邊不知道是在幹嘛 你看 這陣容是不應該被打成這樣子的 我覺得覺得說這把可能有點懸 有點懸 因為 左邊應該說他前面也不可能 跟他們打到5開 對 跟你講 剛剛那個卡蘭記 有沒有就是Egon4跟龍馬 然後平靜上 沒那麼亂 Egon4跟龍馬 應該可以 2打對面三個 對啊 潘映只要他們有來 這三個應該隨便 對啊 沒屁用 看不下去 這邊就是我覺得 我們左邊的BASS BASS 結果打不出他們的價值 打不出這樣子 我完全打不出來 好還有下一個 通常的6分後10秒加印 好來 通常加印來請上 這個時候 其實 亥犽這個點位 我覺得 沒有辦法試 沒有人打得動他 只要亥犽這麼軟皮 他都不會死 那 那亥犽就無敵了 對 好 馬洛斯起跳 好 欸 炸泥 這個潘映的大決 相當之美 就是說 雖然很強的陣容 但也不是說 就一定會贏 但是這個輸了是非常奇怪 對 是非常值得深思熟慮的 真的是要檢討一番 老實跟你講 右邊這個傷害 你看喔 這個禮布前期 看他已經被弗洛米亞打 亥犽這個傷害一定不夠 然後斯加薩尼 兩個大坦克 怎麼可能打死 左邊三個人 我想請問一下 怎麼可能 亥犽前面這個標是 怎麼可能 跟那個螞蟻在咬人一樣 差不多 紅火蟻的話比較痛 小心 所以他只是螞蟻啊 不會痛啊 好吧 這一場就是 明明就選得很好 可是怎麼會輸 對啦 也是有這種 不能說選好就贏 也會輸嘛 選手問題 操作問題 醫師問題 醫師問題 我們可以繼續來看 Fail BP吧 Fail BP是準備 FW vs Team Flash的BP 請看 這邊是 第二把的選擇 對 左邊是 FW 右邊是 FL 哎唷 一樣是 但是我們 FW一樣是 手拿 龍嘛 一樣 陣容基本上很像喔 也一樣是在GAME 2的地方喔 左邊那個藍方 一二邊是BAN掉了 蘇加克里希 不錯 不要這樣講 我選你啊 啊 右邊是BAN掉了 瑞克加奇羅 第一輪PICK 龍馬 然後右邊選了 葉娜加 薩加 都沒有要那個 然後左邊直接在選下一個皮皮 然後後來這個呂布 又是想說要打這個葉娜 這個坑坑 對對對 然後最後我們FW是選下了這個亥雅 然後再BAN掉 卡貝乾笑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那個FW BAN 這不是蘭鐸跟 BAN 打野角 沒錯 然後最後FW是做了一件事情是 在跑選下的弗洛倫 再故意再去 硬選下一隻弗洛倫 然後之後這個FW選下了 討人厭的 康可199隻的角色 阿拉斯特 可能是我們在那個 GCS 對 打比較久 因為只要先選下的 薩加就有一個問題 對 你只要選阿拉斯特 你薩加就很批用 對 然後右邊最後是選下一個女超人 對 Fail是右邊 嗯 我知道 看得出來吧 所以你看這個FW的 BAN的卡貝尼加小丑 不知道是BAN 對於FW這邊完全是沒有半冰掉影響 他們不如拿來BAN一隻阿拉斯特 拿來BAN一隻 讓他們覺得真的比較怕射手 而不是三個人 就是不用小丑 我覺得用講的不準 先看再講 好 先看再講 好 那我們是看一下這個 GAME II FL 對上閃電狼 好 我們從遊戲時間三分時間開始看 好 這邊看一下在幹嘛 好 你這時候有一個問題 你只要先進場遇到阿拉斯特 你就是 只要阿拉斯特在一個位置 不會被斷的位置下 而且只有葉娜跟女超人可以斷他的招 這時候 沒有 我說剛剛這四個裡面 只有葉娜跟女超人可以去斷阿拉斯特的招 對 當葉娜跟女超人被綁的情況下 那另外一隻到底是要不要進去 我到底是要去救他 這個雷牆已經卡住 他們右邊走位了 好 阿拉斯特的位置這麼好 就算阿拉斯特有時候要威威 還要閃現 還要皮皮 對 還要皮皮 還要閃現 要皮皮 隨便亂滾去撞人就好 對對對 小皮球相當有嘛 而且龍馬前面傷害太高了 太高了 太高了 對面能看出來 阿拉斯特的架子在哪 跟那個手拿的龍馬 對 非常強 前面非常強 你前面用到就快一點 好 再開 來 關鍵 我們緊接還有一個 是12分10秒的灰彈 這時候女超人想開團 但是皮皮直接吸到緊加阿拉斯特 這兩個只要不要死 其實龍馬跟呂布要死 我覺得非常難 這裡沒有什麼傷害 是能直接把這兩隻灌掉 右邊的坦克不像坦克 因為有那個啦 然後輸出 輸出又很有受限 因為左邊的角色實在是有點強勢 對 因為有龍馬又近 對 那個阿拉斯特 傷害太高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你只有波三的 你輸這把要幹嘛 對啊 很奇怪 送浪分 對啊 浪一小分 就我也不知道 世界賽的禮儀 可能是我也沒有打 可能是你上不了場 好啦 差不多了 那麼今天BP影片就到這邊了 喜歡 按讚 分享 留言 也記得按讚FB跟訂閱YT 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Mantin 支持我們 好 節目就到這邊了 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